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如 台湾在今天薪资了两例 本土确诊个案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位 就是新北板桥幼儿园的群聚案 在今天加一 他是这间幼儿园的负责人 70多岁有中风病史 行动比较不方便 CT值16 他其实呢是在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先打过一季莫德纳疫苗 而幼儿园出现了群聚感染之后 他从9月5号开始隔离 12号解除隔离之后 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没有想到却在两天之后 出现了喉咙不舒服的症状 就医裁剪之后确诊 不过由于他是属于 第二圈匡列范围 只需要被隔离5天 那么现在呢也被质疑了 当初的匡列是否出现了漏洞 新北幼儿园群聚染疫新增一人确诊 他是幼儿园的负责人 CT值16 而且还在7月中旬打过一剂 莫德纳疫苗 最有可能还是说是在 进入整个隔离程序之前 在这个幼儿园的场域当中 有接触 确诊者是70多岁的女性 又中风过 行动不太方便 在9月5号开始隔离 12号解隔返家 却在两天之后 出现喉咙痛症状 到医院裁剪后确诊 而她隔离时二采阴性 但外界之一 她为何只有隔离7天 行动不便 其实很少参与这个实际的管理 与中央开会讨论 那列为第二层 所以说要讨论 这样的一个匡列接触者的一个 恐怕要更严格 未来匡列接触者可能会再讨论 因为从DELTA入侵之后 标准的SOP会先匡列首圈 也就是确诊者的接触者 隔离14天 再来才是接触者的接触者 预防性居隔5天 只是幼儿园负责人 家住幼儿园附近 因为地缘关系 隔离超过5天 却仍然染疫 至于家人赶紧裁检之后 PCR都是阴性 目前也通通都在隔离当中 新北群区染疫的幼儿园 原本预计9月22号 也就是中秋结果后 就要开始复刻 现在没想到又传出了确诊者 因此复刻可能出现变数 居家隔离以后 都还要有7天的一个自主健康管理 环境裁检都是阴性 才会让她复刻 新北幼儿园群区已经累计33例确诊 未来怎么匡列隔离者 看来得更加严格 介绍荒城播 新北市报道